第五十七回柴桑口沃龙吊桑磊阳县凤处李氏 于是马腾乃引西凉兵五千 先骄马修马铁为前部 留马待在后接应 以李望许昌而来 李许昌二十里屯住军马 曹操听之马腾一到 换门下侍郎黄奎吩咐约 穆金马腾难征 无命辱为行军参谋 先至马腾债中劳军 可对马腾说 西凉路远 运凉甚难 不能多带人马 我当更浅大兵 携同前进 来日教他入城面军 吾就应付粮草与之 奎领命 来见马腾 腾之久相待 奎酒伴憨而言曰 吾父皇丸死于李绝 过死之难 常怀痛恨 不想今日又欲欺君之贼 腾曰 谁为欺君之贼 奎曰 欺君者操贼也 公岂不知之 而问我爷 腾孔是操使来相叹 即止之曰 耳目较劲 秀得乱言 奎之曰 恭敬望却一带照呼 腾见他说出心事 乃命以实请告之 奎曰 曹玉攻入城面军 必非好意 功不可侵入 来日当乐兵城下 待曹操出城点军 就点军处杀之 大事记忆 二人商议已定 黄奎回家 恨气未惜 齐齐再三问之 奎不肯言 不料齐借李春香 与奎其弟苗泽四通 择玉的春香 正无忌可施 且见黄奎愤恨 遂对择曰 黄侍郎今日商议均情回 一身愤恨 不知为谁 择曰 如可以言挑之曰 人皆说留黄书仁德 曹操兼雄 何也 看他说甚言语 是夜黄奎裹到春香房中 且以言挑之 奎成罪言曰 如乃妇人 尚致邪正 何况我乎 无所恨者 欲杀曹操也 且曰 若欲杀之 如何下手 奎曰 无以约定马将军 明日在城外点兵时杀之 且告于苗泽 则报之曹操 操便密换曹洪 徐楚吩咐如此如此 又换下侯渊 徐晃吩咐如此如此 个人领命去了 一面先将黄奎一家老小拿下 此日 马腾领着西凉兵马 将刺进城 只见前面一簇红旗 打着丞相旗号 马腾指到曹操自来点军 拍马向前 呼听得一声炮响 红旗开楚 功努齐发 一将当先 乃曹洪也 马腾急拨马回时 两下喊声又起 左边徐楚杀来 右边下侯渊杀来 后面又是徐黄领兵杀制 截断西凉军马 将马腾父子三人困在该心 马腾剑不是头 奋力冲杀 马铁早被乱箭射死 马修随着马腾 左冲右突不能得出 二人身带重伤 坐下马又被剑射到 父子二人拒备职 曹操交将黄奎与马腾父子 一起绑至 黄奎大叫 无罪 操教苗则对证 马腾大骂曰 树如误我大事 我不能为国杀贼 是乃天也 操命牵出 马腾骂不绝口 与其子马修及黄奎 一同遇害 后人有试探马腾曰 父子齐方列 忠贞住一门 捐生徒国难 誓死大捐恩 脚血蒙炎在 朱奸易壮存 西凉退世咒 不愧福伯孙 苗则告操曰 不愿加赏 只求李春香为妻 操笑曰 你为了一妇人 害了你姐夫一家 留此不义之人何用 便交将苗则 李春香与黄奎一家老小 并斩于世 观者无不叹息 后人有试探曰 苗则因私害进尘 春香为得反伤身 剑雄亦不相容术 广自图谋做小人 曹操教招安息良兵马 御之曰 马腾父子谋反 不干众人之事 一面使人吩咐把住关爱 修骄走了马带 且说马带自已已千兵在后 早有许昌城外逃回军事 报之马带 带大金 只得弃了兵马 扮作客商 连夜逃顿去了 曹操杀了马腾等 便拳一难争 忽人报约 刘备调炼军马 收拾器械 将予取川 曹敬曰 若刘备收川 则予亦成矣 将何以图之 言未必 接下一人进言曰 某有一计 使刘备 孙权不能相顾 江南 西川皆归丞相 正是 西川豪杰方遭陆 南国英雄又受殃 未知献祭者是谁 且看下文分解 请不吝点赞